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最近有网友曝光了疑似魅族16T的发布会邀请函 显示将在10月23日于北京发布魅族16T 定位大评娱乐旗舰 之前魅族总裁黄章透露 魅族16T不是旗舰 是为内有打造的游戏手机 T的意思是Turbo 而就在本月初 魅族16T通过工信部出网许可 型号为M928Q 依旧采用了我们熟悉的对称式全面屏方案 屏幕尺寸为6.5英寸 分辨率为2232x1080 机身三维尺寸159.63x78.2x8.3mm 重量为183g 核心配置上 魅族16T搭载高通骁龙855平台 配备6GB内存加128GB存储 前置1600万像素 后置1200万加800万加500万AI三射 电池容量为4500毫安时 应该还是支持24瓦快充 这款手机最亮眼的应该还是价格 之前黄章透露 魅族16T定价预计在2000-2500元 首发价低于此前的几款 魅族旗舰 将是魅族史上首发价格最低的 小龙855手机 比较适合喜欢玩游戏的小伙伴 最近魅族官方应该也会公布准确信息 让我们一同期待吧